如今汽车行业的高速展为买车的人提供了多样的选择,人们也出于自私的不同要求。 在性能、舒适度、耗油量、保值率、性价比等方面做出了不同的选择。 但是很多曾热衷于,Sup人却都逐渐换回了轿车,很多人为此疑惑不起。 为什么不少开Sup的人都逐渐换回了轿车? 原因其实很简单,看完后能明白。当下的有车一族越来越多,停车时很多人头疼的问题,车都位置少。 每天为了找停车,为都要耗费好多时间多绕好几天,即使这样也免为章,那么结果可能就是一张张无停的法单。 在这种情况下,轿车同Sup相比外相对小巧,停的时还是相对方便。 位置小的情况下也能勉强停下,但是Sup就不行了,因此这一点很多人选择轿车。 另外一点原因就是很多人关注耗油量问题,很多人买车其实大不是为了带货,方便上下班,而是户外越野短,所以经济实惠,性质比高是很重要的。 Sup的油耗与轿车相比一般高预兴。 因此为了满足同样的运辅,却要承担更高的耗油量,比很多只是为了带货人,来说不怎么把算。 同时在城市开车,道路状况相对较好,Sup的性能优势并没有明显的显现出来。 轿车基本也足以能够满足现有驾驶需求和物页需要,整体相比一下。 选择轿车可能合理和省钱,或许正是因为来于多的人,意识这一点。 所以还重新选择了轿车。 当然也并不是说Sup一定不好,对于追求宽着的空间,和更好通过性。 那Sup也是不错的选择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